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白骨 很多同学 其实像我这个年纪 老早就已经不在乎太上表演了 如果一辈子我可以答应我 那我就可以答应我 女性必须要经济多力 我要靠中国人买钱买房 我不会靠任何人 我从小就是一个理念 我要出去 不管怎么样 辛苦的行业 这要不是在田里面 商里面做事 我都要到城里面出去 那个时候吃的是本一开水泡饭 啥子门户都要干 我很小心 我一定要逃出去 那一回乐意 每次都破老家 都赖完了 你不知道被人瞧不起 是谁还有一种眼神 谈理想都被人家嘲笑 我爸说你不练杂技 你能干什么呢 你以后要干嘛 我说你爱工的房子就做的 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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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开 真的虽然辛苦了 每一个人 只是开的家人而已 他们说的是 真的太辛苦了 我上过当年的平均所 该也多喊 早期送快递的话 全部自行车 下面全部这个皮脊破掉 人家吃不掉的饭 就进去 哪个人吃 谁呀 就是我 昨天我被洗澡的这些问题 都是在服务圈 有时候洗的还是能去找 不管再扣子 能不能坚持下来 其实我身体上面有可能的伤 这些伤 目前来说 我还能够抗肥的 我还能够坚持这种 我做一个工程党员来说 我必须要挖这套 灯口这一份 借给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不去扶持 不去做话 我们只要挪河了 老子终于回来了 我想通过我直接 让我喜欢的人 我想很开心的生活 我现在我很幸福 幸福 过了好日子 就是幸福 现在有生之间当中 改变这个加强的环境 我们的自身备 我们的自身备 可能也会因为 有这个人气的结局 他们也会回到 这个村子里面来 我们的自身备 我们的自身备 最后 我们的自身备